这回刺激,四地厅为三地厅 骑辆车 对着冲,看谁罢了就一般 双方一口气拉出七只地厅 猥琐特技深思菩提也罕见登场 这是204届五神坛小组赛现场 由羽岛对战男杨甫 正如老王所说 虽然已经经历了63个回合 但现在才是真正刺激的开始 只因关战方羽岛是四保一的阵容 而对战方阵容更加猥琐 上场的是五保零 前面双方主要护轻宝宝 在即将来临的决胜回合 双方不约而同亮出最强底牌 连出多只地厅进行最后的护冲 关战方武装为了防止极限地厅 特地释放特技深思菩提 对面地厅秒多少能反弹多少 可见羽岛普陀的攻地厅 速度是快于对战方的 出手直接清掉两只地厅 关战方侵蚀技能的神木林 确实猜对了对面的主力地厅 可惜有天地同兽的状态 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对战方力保的地厅虽然顺利出手 但是关战方法方太高 并未造成实际伤害 更重要的是 秒到武装特技上的法术 正好让天地底消掉 关战方的第三只攻地厅 也平稳出手 此刻对战方处于严重劣势 关战方的三只地厅 也直接充当力批 终于在第六十七回合 结束了这场复战 而系统也判定 关战方与岛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